白色轿车陷入火海 被熊熊烈火吞噬 警方到场第一时间确认有没有人 但火实在是太大 引擎室传出爆炸声响 烈焰继续狂烧 车子会起火是因为驾驶冲撞了 停在路边的货车 两车撞出监视器画面 还波及另一台车 猛撞之下白色轿车引擎室开始窜烟 瞬间起火 我落下的时候 我没打出来嘛 起火当下货车卡住了车门 驾驶出不来 没办法下车 眼睁睁看着大火狂烧了四分钟 直到货车驾驶冲出来 一车才得以脱困 他自称看到黑影窜出 失控撞起路边的两部自小客车 彰化这名驾驶自撞起火 台中的这台货车 则是开到一半地步开始窜烟 应该是有还有 路口监视器拍下整个过程 停在路中间的小货车疯狂窜烟 驾驶下车查看烟圈越来越大 后方七级车见状根本不敢靠近 绕道逃离 只有远景义无反顾往前冲 持灭火器帮忙灭火也化解这场烧车惊魂 第二 传说完 环墙富山景辰台中章话采访报导 早餐